大家好 阿富汗总统加尼的弟弟 宣誓效忠塔利班 现场视频也有 我把现场视频链接放下放 这个非常吊诡 加尼大家知道 加尼是目前来说 阿富汗权力里面 最高权力的 他是阿富汗的总统 他的弟弟在政治上 向塔利班宣誓效忠 这个非常有趣 而且被塔利班录了像 直接在全球公布 我觉得这个说明 现在第一点 塔利班正在争取阿富汗民心 加尼未来可能 甚至可能返回到阿富汗 和塔利班进行合作 和塔利班进行和谈 所以可以看 现在塔利班正在用两手 一手是在争取阿富汗的民心 打政治派 另一手在军事上加紧围剿 阿富汗这股反对派力量 那反对派力量指的就是 潘杰西尔省 那现在我获得的最新的消息 潘杰西尔省 由哈米德前总统 卡尔扎伊 和阿富汗最高民族和解委员会主席 前总理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 他们共同抵达了潘杰西尔省 那与这个潘杰西尔 这个反叛武装进行和谈 那阿卜杜拉在他的Facebook上写道 我们与潘杰西尔省的神学家 长老和当地的指挥官进行了交谈 那在出访之前 两位阿富汗的安理会代表 会见了塔利班的指挥官 阿卜杜拉和卡尔扎伊 和塔利班的领袖也进行了会晤 那么他们希望和平解决 目前潘杰西尔的问题 防止这个暴力事件再次升级 那现在可以看 塔利班有意让这个阿富汗前总统 卡尔扎伊 和这个民族和解委员会主席 阿卜杜拉 作为中间人来进行和谈 那么现在我得到的消息 这个会谈还在进行 没有任何结果 潘杰西尔省 现在可能在和塔利班 正在讨价还价 那么塔利班现在应该也是意识到 自己很难控制阿富汗全境 所以未来阿富汗境内可能会出现一种 分治状态 这是我的判断 如果有后续有最新的消息 那么包括潘杰西尔省和塔利班会谈的 最新内容 我会及时跟大家说 及时给大家汇报 我个人认为塔利班是非常务实的 这个塔利班和以前的塔利班不一样 你看他可以在政治上拉拢人心 对吧 甚至未来的那个加尼 他的弟弟先是效忠塔利班了 这个加尼可能会和平的安全的返回阿富汗 甚至在阿富汗未来的政府里面 担任一个职务 你看塔利班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 他不树敌 拉拢人心 那么再有呢 在军事上呢 他可以先由这个卡尔扎伊 先跟谁 先跟潘杰西尔的一些反叛力量进行和谈 如果能谈成了 就不用动武了 谈不成 那么塔利班再动武也不迟 所以可以看啊 这个塔利班是非常聪明的 现在可以看到 阿富汗这个内战 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了 现在呢 这个和谈呢 其实双方都在讨价还价 我个人认为呢 和谈的成果不大 因为双方呢 包括这个马苏德和塔利班之间的这个恩怨啊 我觉得是杀父仇人啊 他绝对不会同意的 绝对不会同意就此罢休的 而且现在还有个新的情况 就是伊斯兰国也向塔利班宣战了 那个伊斯兰国大家知道是极端的 极端宗教组织 伊斯兰国认为塔利班不是 不是纯正的伊斯兰主义 认为塔利班呢是和是美国的走狗 所以现在塔利班呢是两边不是人 美国认为他们是极端组织 全世界认为他们极端组织 而最正真正极端的伊斯兰国认为他们呢 他们是美国的走狗 弄得猪八戒照镜子啊 里边里外不是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塔利班现在非常务实啊 他呢也知道自己的这个处境啊 所以并不想 我觉得并不想打仗 而这个马苏德应该也看清楚塔利班的难处 我觉得马苏德会要一个高价 和塔利班正在谈 那可能让塔利班退出几个省 北部地区几个省可能归这个北方联盟 看塔利班能不能同意了 那有了最新情况再给大家汇报啊 我觉得现在阿富汗这个情况非常吊诡啊 伊斯兰国向塔利班宣战啊 非常有趣啊 而且这个加尼的啊 加尼的亲 加尼的亲兄弟啊 宣誓效忠塔利班 而且美国现在还在喀布尔 你可以看到这个局势啊 美军还在喀布尔 我先说过啊 美军可能不走了 那你看看阿富汗形势就是一锅州啊 一锅州 中俄都在包括巴基斯坦等着往里进 美国不走了 美国就在喀布尔这个机场 哎占领那么一小块 变成飞地 以后我美军就在这 不走了 塔利班的又不能完全控制整个阿富汗局势 伊斯兰国向塔利班宣战 北边还有北方联盟也向塔利班宣战啊 塔利班现在很难啊 那看看吧 看看最后的和谈结果啊 如果明天我告诉大家和谈谈崩了 内战一定开始了 我告诉大家一定是大打出手 阿富汗的内战 我说过啊 一定会长期化 因为大家知道塔利班虽然夺权了 但是阿富汗30万人 30万人的武器没有消失 这些军阀还保留了实力 只是换了一面旗 所以他们还有实力 真正打起内战来 那才是阿富汗人的悲哀呢 这些武器这些军阀手里的武器 如果使用起来啊 整个阿富汗会 我觉得会变成人间地狱啊 这是我最担心的 阿富汗这个情况 我觉得所有中国人都会看到 你想一个阿富汗的军阀 这个军阀混战搞这个国家 你可以看四分五倍 咱们中国这么大 中国南北差异 民族差异 文化 甚至宗教 如果中国乱起来什么样子 所有中国人啊 从阿富汗这次 我觉得这次内战吧 可以叫内战 所有中国人都该想一想 中国人应该团结 中国人现在应该摆脱 旧的军阀混战那个局面 不管你有什么主意 中国的稳定才是第一位 你的主意再好 中国打起内战了 我觉得对中国 中国人啊 对中国人伤害是巨大的 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 所以我希望网友们一定要看清楚 在互联网上谁在为中国好 谁在呼吁中国人团结 谁在什么 搞一些分裂中国 鼓吹一些什么民主啊 自由啊 让中国出现内斗 出现动荡的这些事情 谁是真正为中国好的 我觉得阿富汗这个问题 大家应该看透啊 我像是传奇的 反正上 我像是传奇的 我像是传奇的 是传奇的